第1條 以下誰是以rational number 無理數 反過來我們應該問一下什麼叫rational number 有理數 rational number 就是那個數字可以寫成分數形式 其中p、q 都是整數 而分母q 不可以等於0 逐個看 a cos 60 度是二分之一 1 是分數 所以它是rational number c 開方289 可以寫成17 即是它是rational number 而d 它是一個循環小數 所有循環小數都可以寫作rational number 分數 因此唯一的答案就是b 有同學會懷疑的 pi 不是就是3.14 或者22 over 7 這些嗎 不是 pi 只是大約等於這些數值 3.14 這些是近似值 並不是真正等於pi 的數值 第二條 1.31 然後循環的1 可以寫作什麼分數呢 我們就可以這樣 let x 就是1.3111111 一路重覆的1 我們乘10 就會變成將這個小數點退後一格 所以就會變成13.1111111 因此將兩條equation 相減 equation 2 減 equation 1 就得到左邊 9x 右邊的對方位 整數部分 雙減 就會是 13.1 減1.3 OK 所以你就可以用計數機按 13.1 減1.3 8 然後借位 就是 12-1 就是11 就會出到9x 即是11.8 因此 你就可以計到 x 就是11.8 over 9 那你見到 ABC這四個答案 你可以做一個礦份的 就是把這個原本的分數 分子分母都成為5線 那就會令到 那個數值 x 就會等於是 59 over 45 因此 答案就是 boy 第三條 i 的三次方 加i 的四次方 加i 的五次方 加i 的六次方 這裡有個小技巧 記住 i 的二次方是-1 所以 i 的四次方 即是 i 的二次方 再二次方 即是-1 的二次方 即是正1 既然 i 的四次方 是正1 我們就可以這樣想 i 的五次方 就是 i 的四次方 乘i 的一次方 即是 i i 的六次方 就是 i 的四次方 乘i 的 square 即是 i 的 square 即是-1 不要忘記 還有i 的三次方 其實可以寫作 i 的 square 乘i 的一次方 即是-1 乘i 因此-i 當然不要忘記 i 的四次方 即是1 所以 將這四個加起 就會出到 i-1 -i 加1 剛剛加起來 就是0 所以第三條 就是c 第四條 以知h 是real number 而這個h-i over 5加h 都是real number 就問回h的數值是多少 那你見到 你見到 現在這裡有個分數 h-i over 5加 如果遇到 這個complex number的 除數 我們要做的 就是要 分子分母 都成分母的conjugate 即是5-i 但這裡再講一次的概念 a加bi 這個complex number 它的conjugate 就是a-bi 就是real part不變 complex number 這個位 後面這個imaginary part 那個正負值相反 好 為何要選這個數去成呢 因為分母 就會出到 a加bi 乘 a-bi 的格局 就會變成 a2次加b2次 i就會消失 所以就變成 5的2次加1的2次 分子就會是h-i 括著它 乘回5-i 接著拆括好了 就變成 5h-hi-5i 再加i square 分母就變成 入了 接著細心留意 i的2次方 其實就會是-1 所以就會得到 沒有i的 或者i化減好的 就全部放在前面 即是這兩個 因此就會5h-1 放在前面 然後有i的 就放在後面 就是抽個符出來 括弧h加5i 這樣 分母26 最正統的寫法 應該就是 real part 這樣 over26寫先 接著imaginary part 這樣 就寫後面 將分母26 拆開兩份 現在說明了 這個要是real number 綠色這個要是real number 即是說 後面那塊要是0 圈著這個要是0 所以就會得到 負h加5 over26 等於0 h就要是負5 所以就會得到 答案就是b 當然 你說有沒有快方法去做呢 有的 你會看到 現在分子就是h-i 分母就是5i 其實你試想像一下 我可以做個動作的 就是分母抽個 抽個 負出來 然後就變成 負5-i 分子就是h-i 那你試想像一下 如果這兩個能夠約走了 的話 就立刻給回real number 所以就可以立刻觀察到 原來h要等於負5 這個快方法 今次在這一條 就可以使用 第五條 在這個圖上 你見到兩條直線 第一條一直線 L1 它的equation 就是y等於ax加b 你見到 x前面的coefficient 就是直線的slope a 因為它是斜向右下方 所以你知道a是負數 另外 這裡有個數字 constant term b b就是這條直線L1 y intercept 就是垂直的折距 所以這個數值就是b 到第二條方程 L2的直線方程就是y等於k 好了 y等於k 是水平線 即是它的y intercept 什麼時候都保持是k 所以我們就可以逐個比較 第一句 a是正數 我們已經知道是不對的 因為它L1的線是斜向右下方 所以slope是負 也即是說a是負 所以有1的全部不用看 因此答案就會是c 第六條 找回直線方程 穿過32和94這兩點 我們找回slope of ab 就會是4-2 over 9-3 即是得到2 over 6 即是3分之1 好了 那跟著條equation of ab 就會是拿回 y-2 over x-3 等於3分之1 當然你說我不用pointa去計 我用pointb去計 即是寫作y-4 over x-9 等於3分之1可以嗎 一樣可以 你會出到相同的答案 然後我們要做的 就是收回y為主項 所以y-2 就是3分之1 x-1 OK 因為你把整個x-3 搬到隔壁成 就成了3分之1 就必須是-1 y就會是 正3分之1 x再加1 所以答案就是a 第七條 以知道h和k都是constant 假設有兩條直線 hx加6 y加9等於0 和11x加5 y加2 h等於0 相交於1k這一點 那就問回h和k分別是多少 那這裡呢 其實你可以就 用傳統方法去計 就是將這一點1和k 代回兩條直線那裡 x代1 y代k 這也是 x代1 y代k 所以就出到兩條equation h加6k加9等於0 另一條就會是 11加5k加2h等於0 equation1 equation2 好了 那我們就將這個equation1 就成大兩倍了 就變了是 18加12k加2h等於0 另一條就不變 11加5k加2h等於0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因為我們就可以將兩條equation相減 就會得到 就是 18-11 即是 7 接著 加12k-5k 又是7 那麼計算到7加7k等於0 就會得到k是-1 計算到k是-1之後 就代回到第一條直線那裡 h加6乘-1加9等於0 h加3等於0 h就是-3 所以就得到答案A 第八條 要解決這個quadratic equation 這裏呢 你就不要想著乘開它 你可以這樣做的 x-2乘x加3 等於右邊又有個factor x-2 所以你就這樣括著 右手邊 然後將整個搬過來變成 減 括x-2 這樣寫 有什麼好處呢 因為你見到大家都有個common factor x-2 那你就可以寫一次放在前面 然後補個中括號 第一個就剩下x加3這個factor 第二個剩下什麼呢 這裡有個1的嘛 所以就剩下-1 接著你會見到一個很重要的資訊 現在黃色這堆東西 乘綠色這堆東西等於0 即是說你會有兩個結果 一是黃色這堆等於0 或者綠色這堆等於0 即是說 x-0 或者x加3-1等於0 因此x可以計到是正2 或者x會計到是-2 因此 第八條的答案就是d 第九條 就要你解決這條的equation 一般同學呢 他就會把這個2x-5 bracket square 就乘開它 但是這次就不需要 為什麼呢 你會見到2x-5 現在是一個perfect square 來的了 所以我們要做的就是 把這個的3 扔到旁邊除 變成15除以3 即是5 好了 接著你面對的問題就是這樣 某某的二次方等於5 即是說這個數本身 可以是正開方5 或者負開方5 所以你就會寫 剩下裡面這堆東西 就會是正開方5 或者負開方5 我們就用一個符號叫正負 這樣表示 好了 接著剩下的怎樣做呢 把這個負5半解釋為加5 而x等於5加減開方5 然後就把這個2 扔到旁邊除以2 因此x就會是5正負開方5 over 2 這樣就完成了 第九條答案就是c 第十條 現在有一條graded equation 5x square加kx加180等於0 有兩個equal reward 即是說discrement等於0 你用discrement之前 看清楚這邊是不是一個標準的 ax square加bx加c等於0 是的 你才用得 這裡的a就是5 b就是k c就是180 所以你就可以寫了 b square-4ac等於0 因此就得到 k square-3600等於0 那你就可以factorize 變成k加60 乘k-60等於0 因此k就會出到負60 或者k就是正60 答案 d for dot partb 就是一些短問答 好 叫你給一個irrational number的例子 不太簡單 剛才mc都有的了 pi 當然你可以舉其他 例如開方2 開方3 那些開不到方的數字就可以了 第二條 要計這個i的2023次方 我們之前已經講過了 i的4次方是1 那有個更加重要的技巧 就是i的4n次方都會是1 而n這裏就是positive integer 即是說只要i這裏是4的倍數的話 他都會出1 i的4千次方也是1 i的4萬次方也是1 i的2024次方也是1 如主類推 所以i的2023次方 你可以寫作就是 i的2020次方 4的倍數 乘i的3次方 好了 那 紅色這塊 就是1 藍色這塊 就可以再刷了 i square乘i 即是-1乘i 即是-i 第三條 現在就要用垂直線L 穿過-52這一點 那你畫一個左標 xy 左標 -52 差不多 這條垂直線 就是插到這一點 垂直線的特別用意就是 它的x座標永遠保持不變 因此 這條的equation 就是x等於-5的x座標 第四條 現在有條直線的slope是-2 而y intercept是-4 所以一定是插穿這一點 現在就要畫一條直線出來 現在的直線的slope是-2的話 即是說它的高度和水平線的倍數是-2 而且它是向右下角斜下去的 因此你會知道x intercept就會是-2 現在就拿把鑒鐵出來 然後就-對著這個位置 y intercept是-4 x intercept是-2 這樣滑下去 這樣就可以了 再加一個名字L 再加一個名字L 第六條 要make x做subject 首先 看到了 將這個4丟到旁邊乘 丟到旁邊乘的時候 記得右邊要整個括弧 因為那個4是整個右手邊的 你不明白的話 你可以直接用回天平法則 現在左右兩邊括著乘回4 那這兩個4約了 就會剩下分子7-y 右邊就是4 bracket5-y 然後 將4乘入去裡面 變成20-4y 我們要做的就是make x做subject 所以沒有x的term 即是這個-y 搬到旁邊變加y 就會得到7x等於20-3y 最後 x就是20-3y over7 第七條要factorize這兩個 你看到part a 就可以用回cross method也可以 或者按巧是一個perfect square 就變成x-4y all square part b 你看到頭三個term就和a part一樣 所以基本上你用回a part的結果 照寫下去 那已經是完成了一半 等於x-4y all square 前面這裏用了這個 ok 後面這裏有兩塊 加5x-20y 即是加5括弧x-4y 紅色這塊又不理解是甚麼 x-4y all square 你可以將它想像成為 x-4y x-4y 然後加5括弧x-4y 前面這裏有一個x-4y 後面這個term又有一個x-4y 你就可以一次抽出來 寫一次就可以了 後面就剩下了 加一個中括弧 x-4y 黑色那塊還沒抽 然後就有後面加5 最後就寫了x-4y 前面這塊 中括弧化解它 就是x-4y加5 這樣就叫做完part b 第八條 找回l1的equation 它的slope是3 有穿過3-1 典型架式 就是直接寫 y--1 over x-3 等於slope是3 所以就會得到 y加1等於3x-9 因為你把這個份母 整個丟到旁邊的右手邊 乘 y就會是3x-10 當然有同學喜歡用general form 3x-y-10等於0 都可以 但一般習慣 就用slope interset form 就可以了 part b 要找一個 equation of l2 穿過這兩點 part b 你可以這樣做 就是 找回直線的slope 就是 0-2-7-1 所以就會得到 3分1 因此 條equation 就會是 y-0 over x-7 就是3分1 所以 y就等於3分1 6 x加7 0-3 最後就會得到 y等於3分1 x加7 0-3 這樣就要做完 第九條 要你solve以下的quadratic equations 如果有需要 就留下一個開方根 sert form OK 1 2x-3等於5x 一定要 整理做general form ax-2 bx-2 bx-2 abc 就是constant 可正 可負 就是 leading coefficient a 不能等於0 你發覺可以用 cross method 處理 現在你會見到 有兩堆成分等於0 黃色這堆 和綠色這堆 雙成等於0 即是你會有兩個可能性 要不就是 黃色這堆等於0 或者綠色這堆等於0 所以我們就寫,而x加1等於0,或者x減3等於0 x就會有多少是負二分1,或者x就會有3 第二,x squared加x減1等於0 這裡你發覺cross method是做不到的 所以你就可以用回過了一些formula x squared coefficient是a,即是1 這裡有個隱藏的coefficient1 b就是x的coefficient,又是正1 c就是constant term,負1 所以你就可以用回公式,x就會是負b 我不是藍色的1 負b,正負開方 b squared減4ac over 2a b squared減4ac c就是負1,over 2a 因此x就會出到負1,正負開方 開方根裡面算到的是1 減4乘負1,即是1加4,即是5 法母是2乘1,即是2 這樣才叫做完 好了,接著我們就看看第10條 第10條是關於百分比的問題 現在有件衣服的成本是250元 那件衣服就7折就賣出去 好了,所以你就可以計算一下sailing price sailing price是可以怎樣計算呢 你會特別留意到 如果這件衣服是7折就賣出去的話 那它就會賺4成 OK 那你要欠一件事未做的 就是究竟那個 mark price是多少 OK 因為這個discount是透過減mark price的某個百分比得出來的 就不是減成本的 所以你要記住 處理百分數這些買賣問題一定有三個數字 就是成本價 cost 定價 mark price 和售價 selling price 現在的discount of 30% 即是說我將原本的定價 x 再mark下30% 所以售價是0.7x 可以嗎 因此 sailing price就會是 0.7x where x is the mother price where x is the mother price 當然啦 你可以最初自己 let x be the mother price 記得啦 你let unloan的時候 那些單位都要寫清楚 好 我現在知道這個是sailing price 0.7x 那又怎樣 都會賺4成 即是說 我將這個 250 乘回1.4 就是0.7x 所以你就寫了250 乘1.4 就會等於0.7x 因此你將兩邊除0.7x 就算是500 所以你就加回 the mother price is 500 然後 sailing price 就會是500 乘回0.7 即是350 那就算了兩個 第十一條 考慮這條quadratic equation 它已經是很典型的格局 Ax² 加 bx 加 c 等於0 都沒有什麼好編的了 它告訴你 這一條的quadratic equation 有兩個discriminate 即是discriminate 大於0 找回k的範圍 和寫回最小的整數k 那就很直接了 直接用回b² 減4ac 大於0 那就算到k的範圍 25-12k 大於0 12k 大於25 k 就會大於25 over12 這個數 大於就是 負2.08幾 你要找個剛剛最小的整數 大於2.08幾 你應該就拿負2 所以 the least integer 是負2 第12條 它叫你把這個 complex number 變成a加bi的形式 其中ab 都是real number a 3加ki over 1-i 那你就要分子 分母都成為1加i 即是分母的conjugate 所以分母就會變成1的square 加1的square 為什麼呢 因為分母本身如果是a加bi 你成為conjugate a-bi 直接就會出到a2加b2 你說 跳了步 不明白 你可以再考慮多一件事 就是 變成是 頭2次-尾2次 所以 這裡 a2-b2 i2-1 就變成-b2 所以最後就分母 a2加b2 分子 3加ki 乘1加i 那就拆固好了 分母 是2 長分數 其他分子就照成開 3加3i 加ki 加ki square 特別留意 i square是-1 所以藍色這個其實就是-k real number 3這個也是real number 所以我們就會把它擺前來 變成分子是-3-k 好了 後面 這裡有i的就是-imaginary number 所以就會加3加k 這樣 再整個over2 這樣多的i 要將分母2拆開做兩份 好了 接著是-b 現在就告訴你 3加ki over1-i 再乘4加10i 是real number 找回k是多少 那這塊顧名思義 你會看到 其實就會是-3-k over2 加3加k over2 按多i 然後 後面這塊 其實你可以抽個2出來的 變成2加5i 好了 那你就看到了 這個2乘入去 括好之後 就可以約了份母2 不過你寫的時候 就要非常小心 就會變成 3-k 這裡有一塊 加括弧3加k 這裡另一個i 就是乘2加5i 這樣才是妥當的 然後再拆固好了 3-k 乘2 就是乘2 or3-k 然後3-k 乘5i 就是-ime presence 度而已 dispar dit 0 就是加 prompt 就是有i的放在後面,沒有i的放在前面 所以就會一個大括號 就把2括弧3-k 另外有哪個是real number 這個,為什麼?i2是-1 所以這裡就變成-5括弧3加k 然後再加另一堆這樣的i 哪些 term 有i? 開頭這個5括弧3-k有i 還有後面加這個2括弧3加k 都是有i的 好了,接著就看看 因為這一個是real number 所以這堆東西要等於0 那你就寫了 therefore,5括弧3-k 加2括弧3加k要是0 所以你就會計到是 21再減3k等於0 k就計到要是7 遞入3條 現在有個圖在這裡 有兩條直線L1和L2 L2就給了你 那條直線就是x加2 一見到x加2 直接寫 然後相交於d這一點 a的直線就穿過4 1 接著有個slope就是-2 over3 那parta1就很直接了 找回L1的equation A1 直接寫 拆固好了 y-1等於-2 over3 x就加8 over3 最後第2個-1就變成加1 所以-2 over3 x就會加11 over3 那a part就完成了 到2了 找回D的座標 好 因爲它是L1和L2的相交點 所以你就直接把兩條equation 放在一起 y等於x加2 和y等於-2 over3 x加11 over3 equation1 equation2 那這裏就沒有了 都是直接拆下去 equation1拆下去 equation2 x加2就等於-2 over3 x加11 over3 然後全式左右兩邊都乘3 就會得到3x加6 等於-2 x加11 接著就會得到 5x等於5 x就是8 計到x是1之後 你可以代回equation1 計回y座標的就是3 因此 記得一定要寫回座標的格式 d的座標就是13 記得寫回這個 在機だから ulvet 系列解,要和B L2了 b wrists at point on a 就是這裏的加領 coach b在此 這座標準時線有什麽特別的最處 就是x加2 比同 這是4 問題就是hanute 分別其實就是 對就把1 totally over4 L2的周固 4加2就是6 因此,你可以在部分B,直至一下寫B,其實它的座標就是4,6 好了,寫完4,6之後,就可以立即找一個area area of triangle ABD 怎樣找呢? 看看,來一次 D,我們找了那個座標就是13 你要知道,藍色這條線就是那個底 就是說,AB的長度就是6-1,即是5 而高度就是這裡 高度怎樣找呢? 其實就是,他們的X座標相減,4-1,即是3 因此,它的area就會是 將高度 4-1 成為底,即是藍色線,剛才顯示的,6-1 再除2 那麼多個square units 那就算到,即是3乘5 over 2 即是7.5個square unit B部分就算完了,這個B1 到B2了,就要找回由point B 去到L1的最短距離 即是說,今次我們要找綠色這支的垂直距離 最短的這個紀錄 OK,當然它未必在裡面 因為你不知道它是鈍過3個人 還是銳過3個人 如果它是銳過3個人 可能就是在裡面這個 那你就當這個是未知數h 因為它的高度 因此,你就可以去考慮這件事情 就是知道這個綠色的高度h 成為對應的底 你看回圖 如果你用綠色的高度h 底就是ad 所以h乘ad over 2 就會是這個3個人面積7.5 可以嗎 好,即是你要計算ad幾長 ad的長度 用回distance formula 就會是x座標相減的square 加y座標相減的square 那看回ad的座標 4-1 加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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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 h乘開方13 就等於15 h 會是15 over 開方13 記得rationalize 它 即是分子分母都要乘開方13 所以 最終答案就是15 開方13 over13 記得加回答句 所以 the required distance is 15開方13 over13 回答